二手物品也可以是很好的 JLIRCE解说 2024年11月14日 前沿 很多朋友都喜欢买全新的东西 要用一段时间来储钱 然后去买它们意在所不惜 实况 在很多时候 二手物品也可以是很好的 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 如果你想抛弃某一件东西且慢 请问问你的朋友有没有需要 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送给有需要的人 如果你想购买一件东西且慢 请问问你的朋友 有没有二手的同款货 相似的物件可以送给你 后续 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愿意用二手物品 地球母亲便会充满垃圾 最后我们会被我们自己消灭